这个题目直接换了 说好的开券考试呢 怎么变成B券考了 看一下夺命搜熊在出阵的队员当中啊 感觉配合度上面 欧灵啊就擒走这次可能会更好一些 是 哦好雷 依稀率先拿到了手下 炸到了苏诺 苏诺还没有开枪 但是已经被捕获了 而依稀这一炮 差点是轰到了苏诺的头发 主要是苏诺的位置肯定不能动了 位置已经完全被锁死了 他现在就要尽量的规避道具 然后尝试对枪了 欧灵已经压到了近点 轻松 超快带走 依稀这一颗雷啊太关键了 先排到了苏诺的位置 看一下这一分 前期拿雷沙确实太香了 感觉Xlook这一局得用防暴来 提防一下自己所在的位置 不要再被炸到了 没找到人 怎么办 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而这把枪啊确实 也不能太过于拉近点 偏价为主 两边都没有暴露出太好的机会啊 等棋子刷新 苏诺慢慢的蹭 欧灵也从水渠中摸到了苏诺的近点 一边察觉到了 经典预秒位 直接提前枪 没事我一百发子弹 哇苏诺有延起啊 最后凭借人数加血量的优势 Xlook扳回了一番 刚才这局欧灵选择主动出击啊 但是被苏诺给驾到了 有点可惜 这一把的枪给到了SKS 哦 哦 依西 好夸张啊 这准多 感觉对面两个人全被他压制住了 带他手枪 但苏诺一枪头 还好最后欧灵发现了苏诺的位置 哎呦看到欧灵桑打完这一局之后 还是很激动的啊 哈哈哈 yes 这一番确实 依西在开局的爆发太夸张了 甚至没有让苏诺开出枪了 开局 就是几枪 苏诺 率先找到了欧灵 局势反转 刚才你依西打了我们两个残血 追的这么熊 这次我们要追着你跑 哦 有个道具 依西直接干啦 头皮位带走苏诺 但信息也报给了苏诺 除非依西一枪头 很难啊 两边突然尬住了 但依西这里血量确实没有那么健康了 苏诺守住带兔 飞天大跳 依西不得不去采齐啊 哦 我真的一枪头 你怎么 实力和运气都站在了依西这一边 恭喜请求获得了第一局的选途和选边权 恭喜他们 这就是不跟YOT搭档的好处 说什么我是说什么来什么是吧 那太好了呀 这多舒服呀 哇 孙诺感觉打完那个夺命双雄也是 打得很激烈啊 反而若西这边就有点郁闷了 因为若西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伤害 打了三四百只有一个头 欧的应该是长 那一期是短这样的一个组合 对的一期是短 那断成这一局的话 由于要钻地下室啊 所以没有起居 只这一把我的 中路隔断烟中远烟给上 这边酒吧不管 这个老地亚是走速度巨快 天呐 开了急跑一样 但若西这里应该也意识到了 好信息了 苏莫一滴血 两个人来抓若西 太阳神在A小直接进来了 这什么时候直接从A小突破了 只能说 完全把酒吧以及中路这两个点 全部孤立掉了 然后形成了A点的五打三 对 他把战场全部给分割起来了 在B点这一侧 是的 没了 你说啊 他还能接两个 他竟然走出去了 那A小不能再往前去顶了 但琴九整体的优势还是在的 因为A小最后一人呢 是直接撤回去了 在没有道具的情况下面 鞠直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孟章川一把R90CC给队友 架住就行 11秒钟 孟章川必须动 有惊无险 拿下了第一分 然后 猫羲 我讲这样的猫羲 嗯 猫羲我跟你 B听有人了 那个 我们我们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个欧灵走 嗯 试哪个 猫羲说我们可以试一下 欧灵说啊 试什么 这战术太多了呀 太多了 要翻试点了 不知道自己可以一套了 诶 看一下猫羲跟欧灵 想搞试 两个人的小分队 尝试现在在B点创造出一些功绩 但还是难 这波 对手是选择两个人同时架枪 双架枪线的 马哥 诶 孟章川选择主动出击 作为一号位的猫旗 虽然牺牲掉了 但是欧灵也补上了枪 是 完成了一换一 但这边的信息 应该是知道的 B点酒叫 依旧是有人 中路断层主动的前顶 太阳神这边 好像是有机会啊 果然是这样 是 抓到敌人的破绽了 主席本来想pick一下小身位 看一下信息的 但是桑这里是架死的 是 其实太阳神这种主动的架枪 我觉得就是对于对手 习惯的把握 他可能会知道 对手在B点调人之后 中路肯定会这种 很调皮的用小身位来pick你 所以若新不管是 图尼茨还是滨海 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是 被架完之后 直接B点搞试 因为知道你B点 只剩最后一人了 嗯 这个时候B点的防守方 说过的队员已经选择后 另外一个方向来了 这个R90应该是可以接人的 但苏诺 找到了一个正在投道具的 欧灵也再来一局 一打一了 你也有个人实力 但我阁主是谁 最强单兵 你丝毫不虚拟 你打轻松打你 一系一系来了一系 我知道了 你们给啊 我带面具 我不闪过来 104 腰在哪里 哦腰在A小吗 先来干着 A大这里吧 直接接两个 道具给的太好了 一颗阵 直接占两个 全部捂着眼睛 但在擎九这边的话 有生存训练 完全不受影响 刚才听到交流里面 有说戴面具吗 嗯 完蛋了 孟川川一个人 但现在他的枪线是 R90 是有说法的 烦绕去A小了 而且孟川川的 要摸屁股了呀 完了 A小直接被摸 信息太少了 这边双人组进步 慢慢的去尝试 第一天 第一天进一小吧 第一天进一小 在目前来看的话 这三分 主要体现在他创造多打少的能力 而且他每次吊人 吊得很少 他清理的非常干净 你看现在放八个击杀 包括依西 他在前顶的突破上面 也是有一到两个击杀在的 他的换人一定是赚的 反而现在状态最好的猫奇 他还没有开张 因为他的人头都被队友拿光了 是 极其了解啊 这边刚才是有一颗给到 车卫雷的 依西这边没有顶住被马哥带走 但信息也传递给队友 请就很果断 直接转避 因为马哥都来了 顶多有一个孟川川 仔细的 稍微搜一下 毕竟里面是没有人放空的 还自我选择放团 没有丝毫的犹豫 两颗信息雷 98 包括在正门的位置都探到了信息 没有人的 看98的位置要不要去抢一波 对 来人了 这个雷感觉断层要发牌了吗 没有 没有进 猫奇和若曦完成了一换一 正门直接架住 再来一个 打一个 断层去位 已经是成功了 那一瞬之间 X-Rogue他的进攻态师也很强 好 欧零 扩住就行 回去 再滑翔进来 欧零 打捏残局 先一个假身位 骗到苏诺来追欧零 懂意思吗 哥的短剑 可以 走 好大 他先把开局直接抢 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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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燕 OK 这种局 居然都被琴酒盘赢了 而且 对于 X-Rogue来讲的话 我觉得该用的招都用了 他打的是没有问题的 欧零 这一局被 Nono给制裁了 不过刚才看得出来 欧零的短剑也是有说法的 是 第三个 孟川川应该是有了 谁说 马哥的B点 挺好打的 马哥的B点 还是有孟川川在的 是 马哥一个人不过 再养一个孟川川来 对 对 跟进不进没关系 跟巫在此 打开就知道 谁能进 做好一点 他可以继续 把沟通做好一点 如果 如果 我还在第二种 继续 把沟通做好 都很频繁 都在强调沟通 这也是在这个赛季当中啊 我总结 狼队为什么比较落寞的原因啊 可能就出现在沟通这一方面 嗯 你可以听到 琴酒和X-Rogue的沟通呢 都会比较全面细致一些 是 那在狼队身上呢 总感觉会差一点东西 说实话 狼队以前也是有点够说个的 但这赛季格外的明显 是 主要只有大方向 没有具体执行 嗯 但听到琴酒啊 包括X-Rogue这边战术 其实 在对局当中 都会长得比较细致一些 你战术方面 或者琴酒这边就很干净利落 104 213 嗯 天黑天亮 这些东西都刻在队员脑海当中了 是 扎上琴酒现在的默契和执行力都很强 所以爆破战无不胜 胜率最高 对 可怕的是琴酒还有两套爆破的阵容 苏诺这种战胜 而且指挥的武 而且指挥的武 确实想不到 这哪谁能想到 我站在冰淇淋店外面 打一个最终还不敢出 自己甚至还能溜回来 苏诺打字也很大 他不走 他还要在A大寻找机会 这一枪空了 摇队我过来了 欧灵前压了 还不走 他要能不能过来 罗诺你帮我拉 罗诺全部收掉了 包括苏诗这里也拿到了双杀 这也是X-Rock最经典的一套战术当中了 小人的配合 像这种小团体 你看这种三个人抱团 以苏诺的反轻闪 加上NoNo和若曦的两个输出位 轻松解决到了A大的威胁 猫奇目前手感还并没有那么好 地上满满当当的都是兄弟们的尸体 猫奇零杀 我才发现 继续延续下去 快点不要路人 然后第二时间他去打好 如果不是他慢他 我们第二时间吵就吵 如果是第二时间你们A的人回防没那么快 你看这个时候马哥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 之后站出来说话了 是 就没办法 既然是逆风 那就得多一点队员来去出主意 请求又是跟第一分一样的套路 地下室直接前顶 XROKE看一下怎么样应对 因为A小这边也是有夹击的 他不好撤啊 完了 如果撤的话他只能往A大去撤离 是的 你看XROKE的吸引力 全部被地下室的人头给吓到了 所以A小这里上是比较容易可以进来的 这一套 XROKE丢了两分 很伤很伤 因为下一分 琴九不可能再这样去打了 对 猫奇埋在了A大的近点 A小是没有放人的带有太阳神的G 所以说G本上是很稳定的 马哥看你能不能解决掉猫奇了 很难清的这个位置 已经差不多知道了 看到枪管了 哎呀 就没办法 另外一侧 也G掉了猫奇埋 主要是XROKE目前的信息 他是吃不准他的撤离方向的 他往A小两次的撤离 全部都被太阳神抓到了 对 就很头疼 往A大呢 他的默认习惯 可能会觉得A大对方是抱团集结的 这个在当局当中 绝对是反应不过来的 只能在赛后复盘了 看一下会不会有个弹停的出现 如果说有的话 上半场最后一分 感觉应该很难了 嗯 为他也要盯住 我这时候请就 上半场的这个最后一分 打得非常慢的 但依稀这边是一把短剑呀 小声为PIC去看的话 对面 欧敦感觉毫不留情 对 好像 似乎隐约 看到了一些东西 有察觉的 这边 还有防暴 有防暴挡住 吃防暴的话 应该依稀就要 规避一下了 其实依稀这个位置 甚至我感觉 他可以稍微往这个车后面 再退一退 再往后退了 再往后退 对就退到这里 既能观察到信息 又能防止对方欧敦 直接抱头被瞄理 开他的育瞄 绝对是这 人家不是欧敦 人家直接派了一赶大鞠过来 这就是警惕性是有 但是对手爆发了 对吧 没办法 但信息确实是探到了 段辰 好主动 中路摸过来了 啊 这怎么让段辰给摸进来的 哇 枪拔也发挥了 我格主这赛季 要不不上场 一上场就是高光 确实 桑目前状态也很好 要来追你了 要来追你了 长春倒了 你一个人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局面 我全是过点 但没办法 对手的枪太多了 那上半场 琴酒也是轻松 这边也有点被打牙火了 看一下下半场 换边之后 X-Rogue在进攻方能不能打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你看苏诺都已经穿上衣服了 有个还是有点冷的 先穿上盖家换边之后 他们的进攻 第一波直接RushB 猫骑能接几个 每个接两个 好像还有第三个 猫猫 他已经转起来了 你看是不是下半场 是 搁置开了他 没办法 这一个猫骑可能是够的 但是配上了零猫组合 那可能 那可能 就防他住 你们可以接酒吧 一个喷一个藏 接酒吧 这样好一点 不用不用 接着双抗 接着双抗B点 但感觉X-Rogue肯定不会再来打你的B点了 这边A点 A大圈 正面方向也在抢的 太阳神G一波 手感太好了 X-Rogue真的要选择这样子做吗 一波RogueB 一波RogueA都没有成功 喜欢Rogue吗 我说了这个位置 无敌 我大B死了 大B死了 我们接住 1212 逼到跟中路排出去 兄弟 逼到跟中路 逼到跟中路 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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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感觉 这个指挥 大家都有在执行啊 来了 Nono 直接 箱子上一站 但是要小心 右边可能有人 来了 拉出去了 A-S-Rogue依旧在找办法 他目前 请酒吃X-Rogue的信息 吃得太凑了 中路一旦有动作的话 B点这边也是双下 配合拉过去 只剩最后一个梦三圈 9比2的 滨海九阵啊 原来 滨海九阵的酒 是请酒的酒 恭喜请酒 9比2 拿下了第一张图的胜利 坛称教科书一场的 滨海九阵 这场 嗯 对的 而欧灵也在那一场的话 拿到了62个热点的击杀 对的 X-Rogue真的要选择这张组吗 可以做到吗 可以把比分翻到1比1吗 首先是抢到了优势边啊 对的 对的 当前配置的情况的话 中车穿这里是一杆R90 而一系对面也是R90 欧灵要不要去抢一下战神位 直接以服务器作为掩体 左右都在驾 而断辰是呆在了战神位的位置 换短剑了 换短剑了 因为现在欧灵知道要往点里去走了 对方换烟包 断辰 溜在死角处 对 他不急着进点 他要等队友的一波集结 是 欧灵来了 很聪明 瞬间的集结 把点内敌人全部清光 再来安心踩点 保证点内当中有生力量的生存 对 找的位置也非常的刁钻 十多秒的时间 维分 XROCK是否可以完全吃下来 还是想从内场一步步的清到二楼去 看一下断辰这一波 还是没有敌过梦圈圈的R90 下一个点位 侧到这里 先把C2给抢下来 点内的拼墙上面 XROCK也是非常厉害的 是 二楼有人的话 那琴九 在点内就不会有太大的劣势 某车船又来了 被补枪顺利带走 点内给到了琴九 欧灵 拿到短剑之后 击杀也非常的高 目前已经拿到了八个击杀了 长短都能操作 点内现在是两把短剑 欧灵和依稀待在点内 其实这个点内的强度就很高了 你看这个时候 已经选择网 我下一边去走了 但是不是走的时候 还有点点早啊 因为点里面兄弟没撑住 感觉放弃了一部分的人员 就让你欧灵啊 依稀啊 这样的短枪选手 去到点内拼点 其他选手直接来 去踩着复活点了 依稀 在复活点这里直接开力爪 这么远的距离被穿梦直接喷掉了 这个力爪稍微有点白给 可惜啊 只要血量太低了 nono也抓到了对手 这样的话若曦再配合榴弹炮 可能要把比分反超了 对这一波应该是有机会把比分反超的 三道烟雾 先拉弓 这个弓直接掉了 有点小亏 nono也开启等化枪了 对手开技能也没有办法打出太好的效果 一就是烟雾 隔断眼给到不要给对手太好的支援 再从屁股摸一个进去 听就这一波小战术感觉有效果吗 没有发挥出来 若曦完成三杀 这样来算的话 其实两边终于电脑的使用都没有那么的良好 那算是旗鼓相当了 还好 但最后的尾分 请就应该是要给了 是 老齐想断一波 看到nono 位置要发生一波转移 去到窗口位是比较好的 一颗门口雷 再去断一下二楼 能听到脚步吗 欧灵来断血灶 这一侧 还是没断到 先把复活点吃下来再说吧 马哥要开黑洞枪了 点里面是否能够支撑住 但这个黑洞枪 嗯 克服的一磁鞋 能不能让一溪给带走 那一溪 是否能使用正确的 喷火器打开方式呢 看一下琴九的火神 有没有谁能继承一下 技能还没开 太阳神在烟雾当中又混掉一个 猫急开等化枪了 还是可以稍微往前面阵行 再扩一点点 还可以 来到特盗 对方早就架好了 现在点里面琴九是在采分的 但复活点 好像目前 还是在琴九的手里面 哦这个 火器也只烧掉了一个人 后续伤害也没有带走 欧灵补点进来 定位稍微没有发现 莫章珍 点内重新易主 尾芬给到了X-Toke 那要重新拼抢了 这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琴九还是要把这波 复活点重新抢回来 抢到这边就是优势复活点 这样的话对于后两个点位 都是有帮助的 X-Toke也意识到这一点 想要来抢 他不想要烈士复活 二楼当中 加上苏诺也在往点里去钻了 对 目前比方还是没有拉开 太多的一些差距 马哥从CE直接打进来 同时 C2当中 D的队友也已经来了 是若西 两边的一波夹击 如果欧灵这个点 被清理掉的话 那可能X-Toke要踩大分了 猫奇 R90也杀进来 突然的一波爆发 拿到三杀 不过只有R90才能制裁R90 断成开榴弹 这场的烟雾出现率 确实有点高啊 双方对于点内都非常的执着 诺诺一步横扫 直接被断成 榴弹炮带走 前里面 目前勤九还在不断的踩分 而X-Toke这里的话 应该要往下一个特道去走了 但主要是 内场踩下来之后 你旁边的C4要全部会勤九管辖的 封城传 你的 空火器已经准备就去了 猫奇 欧灵 欧灵AGM也没有扎出太好啊 对 猫奇这个位置呢 也能上二楼 又R90喷掉了 二楼是有掌控权 但一楼对手人比较多的呀 猫奇不能放二楼 等一下队友 这十秒钟 稍微等一下 特程被偷了 若曦突然摸过来 但一楼秦九开始动手了 给个防暴先 我若曦拿到一波四连杀 非常的漂亮 这个时候 X-Toke选择开技能去保点了 哦 猫乘川直接往前去 想顶一波对面的复活位 Nono 也开启了等化枪 但这个点位开启技能的话 感觉对于下个点位来讲的话 可能有点隐患啊 技能用的是有点多的 而秦九还有两个大技能 都没有用 包括刚才 Nono等化枪 没有打出很好的效果 在等数的下个点位 当着X-Rox 是天然少两个 这种技能的 我天呐 两个人都被欧灵手撕掉了 欧灵一张 复活点 也要完成一波互换 抢过来了 虽然都会好一个二号位 但感觉没有什么用啊 迟早要被发现的 等化枪 看一下猫奇等化枪 有两个 我计刷还不错 主要他把若曦的榴弹炮给打掉了 那这样来看的话 秦九彻彻底底有了技能的优势 你看现在X-Rox打点的人 虽然很多 但他很乱 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把这个点位控制下来 是 秦九这波防守 其实防守也不是很好啊 技能的白给 加上X-Rox主动的打点 X-Rox依旧有优势 秦九反而也有点乱 这场烟雾的干扰确实太多了 是的 最后的尾分X-Rox如果能吃满的话 会来到两百多分 但不想让对面的比分拿得这么的轻松 但最后的十分可能也只能放了 只留断成一个人 迟到尾分 最后六分给到了秦九 但点位当中只有五号为猫奇一个人去做抵抗 后山能不能偷一下 一五一起行动 是一溪和猫奇 一起打掉了孟川川 但位置始终要被马哥锁地 锁到了 黑洞枪 这一发的黑洞枪比上一位用的会更好一些 眼里面只要稳住就可以了 侧边再放几个 啊 这枪欧灵这么秒吗 是完成了一个互换啊 欧灵立功啊 再次立功 分别在雷达战和缆车战两个点位 手撕掉对手 但现在X-Rox还是有更大的一些赢面的 一击 啊 一溪的生火枪 真的继承了 这是属于秦九进化者的魔咒 是这样的 他跟选手没有关系 只要在秦九的等化枪 好像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坠不欧灵 地抓 四连击 稳住啊 稳住 现在顶里面 秦九人是比较少的 白哥 我们直接给供货了 没事 最后的尾分给到了X-Rox 但在整个服务区内部的话 秦九已经站好了位置 一个顺暴雷炸战神位 刘成应该是有防暴的 没有问题 阵型依旧步得不错 秦九开始涨分 但若是一波爆发 带中两个 马哥二楼输出 打掉一个 还没有被带走 欧灵再次顶住一波 难道说欧灵又要站出来吗 又锁一个 欧灵三杀 是 但现在点里面 X-Rox还在采分 秦九需要终止掉这一点 往地里面出走了 再次打下了服务器 猫灵丢闪 再往前顶 秦九的爆发要来了吗 他点内又失手了 又失手了 现在这个点位 如果X-Rox得分效率够高的话 是可以终结掉比赛的 秦九 两个终结技能是说要开了 猫灵先开等化枪 后续应该断车 也会过来开炮的 猫灵的等化枪效果 并没有那么好 秦川川 你的分火器如何 好像要好一点 246分了 对 秦九可能打不进去了 恭喜X-Rox 把比分翻成了1比1 感觉这一局 雪山当中 属于X-Rox 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性 对 刚才提到的关键点就是 一定要站在队友 能够补到枪的地方 不然的话 你的牺牲 等于是没有意义的 再看一下 秦九作为进攻方 X-Rox作为防守方 前期一些道具的置换 但是并没有太多的一些收获 猫猫 单边来到了B点 断辰带包的情况下 这一局 还是要看狙击手区找开 一些突破口的桑 一个人 大摇大摆的 顶到了中路 有信息啊 我有自信啊 没有信息 我就主动创造信息 他一个人在玩 他不需要去强调 有没有人能帮我捕到枪 我不需要补桥 不需要有助攻 这有点夸张的 他也是堵到了X-Rox 在风鱼门这里是没有任何人的 换句话说 这小子有点狂 这确实啊 哪有这样子打的 是吧 看一下另外一个狙击手 断辰 断辰 感觉要搜的 来了 果然是这样 我必须为穿梦证明 他瞄的位置 瞄了至少很长的时间 他就一转身 被断辰直接打了 是 没办法 Taming 正好被对手抓到了 就眨了一下眼睛 把枪头转向了狗洞 感觉自己背后凉凉的 有的时候还真别说 就是会出现这样的 那种尴尬情况 是的 奇怪的Taming脸 包已经在B点 成功安放了 哦 太阳神 漫长的等待啊 终于迎来了收获 对 他猜到了 中午会有人摸狗洞这一侧 哇 你贴 眼看着自己的队友 倒在自己的身边 哇 nono也顶过来 只剩太阳神 在这个时间 在开包啊 主要血量太低了 没有办法硬扛对手一枪 把拆包的人拘掉啊 没事没事 我们这个站位可以 他继续在站位吗 可以继续在站位吗 可以继续在站位吗 那川普你去地图墙 那川普你去地图墙 走走走 防爆我来给你们 我们接不住的时候 难道会有一些接不住的时候吗 不过感觉刚才在短暂的这个语音当中啊 听得出来就稍微有一点点乱 现在目前指挥的一些角色马哥也在承担 帮帮我分担一些压力 是 强的队伍现在他的沟通点都会慢慢的变多 他需要每个人都去给到一些建议 不然一个人指挥大脑肯定会有过载的时候 强林刚才被打了一个酒吧 还好是活下来了 A点XROCK是重防的 黄布双拱黄香全部都有人 压力还是蛮大的 还是要走一点 太阳神又是熟悉的荧幕 继续来 经典太阳神位 断成啊直接想要对双狗给到压力 马哥的位置应该没被看到 完了想要补若曦那就会被马哥鞠掉 果然是这样 果然 苏诺也从公里门过来了 这一波 A点内部的进攻是没有打成功的 而酒窖之上有一位太阳神 太难了这个局 一环窖 缓缓掉 你得去个能换两个人的位置 我能去藏牢吗 我想去藏牢 你想去藏牢吗 你想去就去 你可以去 但他绝对会有人排你 穿帽 你可以去 穿帽 哦 要说个什么 我好想知道 不是 不是 怎么不收完 啊 一颗好雷 不错 现在猫 也是有人在给压力的 对 我马哥 他直接把两个短剑给撕掉了 穿帽 长狼到底有没有人排你 对此刻揭晓了答案 还是有人在搜的呀 穿帽说我知道了 下次我不去了 下次我不去了 我就去这么一次 我吃一次亏 我就再也不吃了 但这个亏我一定要吃一次 对 不然我是不长技型的 是 哈哈 马哥 没错的话 应该是一波三杀了 换一把小短剑 3比0 X 仿佛找到自己在突尼斯的节奏 是 感觉这一场的话 不急不急 我们就跑着两边 中路 我跟你讲 秦九这个队 他不敢打我们中路 他们不要去 我就带闪 我散太阁了 他这样滑的话 那我这把是 好了 好 这一局可以看到 秦九打中路了 对 秦九打不打中路 看一下 确实 确实 还没打 第一时间没打 后面就不好说了 不好说了 段辰这个位置 好像是在中路 有反复去peak看的 段辰 尝试性的开了几枪 但是并没有收获 你看XRX的防守 目前他就是这个阵型 他没变 他几把都没有变 而这一边对于一系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常规的防让站位 整体的秦九的节奏 还是以偏慢为主 想要在整个酒窍当中 去搞事创造机会 对 把居业摇过来 还是想打刚才那一套东西 但刚才那一套东西 秦九一拨下去的时候 大家看的方向 有一些重合了 是 你看导致双拱 黄步都让XRX给收掉了 来了 刺激而动 先看一下锋利门 角度上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断成架口锋利门 财神这创造机会 A蟹也撇一眼 都没有 操作 去吧 妙华种子 来了 不是苏诺的操作吗 这一波打成功啊 这就是刚才秦九想要打出来的效果 但刚才是因为 想要去捕若新的一个点 导致每个环节都在为上一个环节的人 捕坑 最后输掉了 但这一分就没有任何问题 对 第一线 第一线贴中路 把中路贴一下 请求知识队伍不敢打我们中路的 来了 有吸气闪 苏诺闪到了 那就不好意思了欧零 虽然我嘴巴上说我不会看中路 但苏诺从来都是那个调皮小子 只会说什么我什么就不听 看腻小子 对就得去中路看一眼 上来了 老魏是第一局的时候来过了 阳台看一眼没人 本来会有一个带着拳套奔跑的若曦 但若曦这次不在 想在峰里门看一眼 被马哥直接带走了 那B点的兄弟可能要动了 但B点 穿梦的位置 对于秦九来说应该是已知的 感觉是B牌的 他呆了好几个回合了 最近秦九的牌点 包括强队的牌点 都是很细致的 来了 提前枪直接手撕梦传传 是 这都是刻在脑海当中的记忆了 是的 每天晚上做梦都在排这个点 对 都在划铲直接轻 那这波的话 右高台是有马哥在的 高台当中压力是没有办法给到的 断这个位置 除非 马哥直接跳下来 鞠 这么大 再鞠一个 这境内修正 一些跑不了了呀 一个人打出了一支军队的气势 直接拆包就行了 其他人讲 鞠说你们先 你先帮我打 我直接拆 是 他刚刚中午局来上的 这把我可以继续恢复站位 他不知道 我这我一把中一把A 他不知道我位置的 嗯 你们上次你们A点 必须要搞出一个那种能交叉 我继续战什么位 若曦 我的若曦位应该还停留在 坠机之地 若曦是哪位 哎打来了 又是打之前那一套 哎呦 吃道具了 对 Lolo 一波小一换一换一 换一把短剑直接冲 双弓也要清 哇这个位置欧灵刷爽了呀 双杀到手 烟雾散去之后 AXROK的真面目就要露出来了 若曦先鞠一个欧灵 只是一把长枪没有办法抗衡 比分来到5比1 那这一局的情况呢 其实就和第一局的宝货有点相似的 我下面有位置我得换一下 听我说 这把短A去 哎 我要被吵着吧 这把短A中中 我去了 中中 看一下马哥给他的意见 会不会有时机的反馈 哎 Key 我又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点 什么 包琪 还没有开张 我都没注意 最近包哥的爆破是怎么肥四 难道是七哥在发力 暗中施法是吗 应该换编之后啊 可能会好一些 短线男进攻方分数 拿的确实不良好 换成 轻空 子弹轻空术 弹夹轻空术 命中率不断的在下降 是 阳台给到烟 马哥这一次比较激进啊 被桑直接发现了 是好快的反应啊 从里面换到人头 人头树上面的优势 选择往B点去走 那压力给到苏莫 苏莫这位置是走不了的 看他能换几个了 他还想撅 但这个位置 段辰已经有手枪 补将成功 R90清狗洞 太张了 是 找到感觉了 是不是因为我们赛前奶了他 我们也没有奶他吧 一定是117奶了 跟我们没关系 哇 这拖到了一打一 no no 对一趟的段辰 主要现在还没有下包的 可是 没了 段辰没了 6比1 再怎么样 应该也只是一个6比2了 跟上半场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这把 这把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那个 ok ok 我懂你 对 那把你来到楼等我们好吧 这就已经懂了吗 我懂你 这就是冠军之间的星星相惜吗 哦 这就是FMVP之间的星星相惜吗 看一下 这波若曦和no no 会搞出怎样的战术出来啊 四个人 中文物 但面前一颗烟 全挡住了 虽然被防爆挡住 X的补枪很成功啊 哇 no no 还带走了太阳神 那就 噩梦了 是 三打二 一席 包在身上 但是这个时候 XROCK的已经全员来到A点了 堵A了 请就 是否要进行转移 走了 要转了 还真转 没有什么太多的动静 往狗洞去走 时间对于进攻方来说 还是比较充足的 对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秦哲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MG虽然给到的远点压制能力 可能会在下完包之后的第一时间 防守起来 只要你架好枪位 是有机会的 创造奇迹的 他第一次赌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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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首杀 安全撤离 那就有机会 你这个真的有机会 真有机会 真有机会 交付成功了 这就是 拿的分数 确实是有些少了 对 有点太低了 而且这张图还是 勤求的选途 只能说 XROCK准备的确实够充分 这张图还是 图尼斯耶尔发挥出了自身该有的水平 看一下欧林 欧林的位置是非常靠前的 在B点 他会面对到非常多的压力 因为在红防当中 竟然 我一排人 三个人 按照琴酒研究录像的习惯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是否能够知道 他肯定会有一点提防 端成 欧林 还好补到了 红防人第一时间没有出啊 端成能不能火下来 他一滴血就流到狗洞了 那就没事了 包点后呆住了 是的 还行 但是他的信息 马哥的信息 闪觉已经被马哥察觉到了呀 一颗 反清闪 端成没有出 很贼 第二时间再出 马哥还是架住了 对 这颗闪应该队友帮忙补过来的 信息沟通 上面稍微有一些时间差了 导致断层没有低时间拉出来 这他也猜到了 这是比较夸张的 对 三打二 其实还是冲中的压力 XROCK的进攻方的队员已经跑到了A点下包了 要再来一次吗 二打三 这一次从进攻方变到了防守方 两个人抱团选择往A斜去走 一个打前一个打后 选择帮队友补枪 但是要轻的点是否太多 公传传 看到了 一个抱头位直接带走了上 最后双拱底下 一席应该也再接难逃了 虽然溜的很快啊 但是没办法 枪位已经完全锁定了他的位置 7比2 感觉可能跟 我在帮你们看屁股转的车死了 这把听我说 这把听我说 这把你们可以DT 我们四个人来搞博中 嗯 孟川川感觉 感觉就是欲言又止 他不上话 对 没事 没关系的 现在队伍已经拿到7分了 感觉马哥对于琴九的中路很有研究 不敢打我们中路的 是 你看这种是没打 就打过没几次 也不算是完全的打 会不会 XLOOK也来一次 9比2 直接复仇了 真有这个说法 哎 转起来 后续跟枪满了 那太阳神 空降下来 一吸补上 不如没了 位置被锁了 一吸脚打一枪就行了 带走了苏诺 我们吧 不如没了 拒绝被2比9 啊 那可能就是3比9 啊 哈哈哈 来呗来呗 我我我给第一个反暴 我给暴力反暴啊 嗯 然后我啥都不丢了 别个别个想 再看一下在这一局当中啊 中路失利之后呢 那琴九 刚才的防守中心 我们看到在A大当中 集结的是非常漂亮 啊 看一下这一次B点的前点 也在尝试性的做动作 哦 猫骑刚刚往前走两步 真的是运起有点倍了 属于是猫骑自己接上去了 确实确实 一颗顺暴只要往前走 必掉的 一个小屁股 你死了 马哥能不能补上 补上了 马哥想跑不可能啊 太阳神一打四 率先带走了苏诺 知道 但也很难了 看到莫超山了 一个新西山 哦不是一个 闪到了 虚掉吗 哎呀 完了 虚晃了 这还喷掉啊 这都行 今天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对面有一个更恐怖的人 马哥 主要这么近的距离 几乎是一个满喷了 感觉只喷了半血 难道是没有打中吗 哎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马哥昨天的爆破是22杀 22杀 哎有了 一打一啊 没有突破最高的 马哥 一打四给他打赢了 相信马哥 他能做到的 这部站位确实有点浪啊 都在给机会 反而是给到了太阳神 局部一打一 四个局部的一打一啊 马哥先去下包 但桑已经跑到了A点 一秒 这一秒钟过后桑就想 哎 还得跑回去 打死了 怎么说 我感觉太阳神能赢 他状态起来了 今天我觉得赢不了 我觉得得拿LW3 LW3一枪就直接顺了 想先听高台 露一个指甲盖都给你打了 而且马哥看的方向是反的 没事 马哥有反应 马哥应该是不会动的 他要等到一些拆包的一些声音 他才会动 完了 左右边看 啊 等一下 我真的打赢了 我之前说到B没有 真的一打四成功了 这一波操作只能给你8.4分 因为你还有1.6 人数人数 哎呀哎呀 OK 怎么说B这边 我怎么说 你第一次想问我说了 完了吧 贝加今天尬住了 我的1.6 他想什么1.6 对啊 8.4分啊 因为他还有1.6呀 哈哈哈哈 我想了半天 懂了懂了懂了 刚刚上这个一打四的弹局了 非常精彩 是否就是琴九翻盘的开始呢 我刚才提到一个点啊 在爆破不驾驶的情况下 最高的击杀是22个 所以马哥是否能突破呢 还能接 no no 漂亮 这波人数差没有被打上来 no no想爬 被猫奇带走 马哥补枪效率很高啊 二打三 别一个 又只剩丧 丧 这一次 这次有点难了 说实话 这次包已经下好了 选择又来到了刚才这个残局的老位置 桑 给到狗洞 闪到了 诶 看到一小病 并没有打过 哎呦马哥 马哥 桌子减HP 直接过点了 对对对你直接过点 直接过点 妈的操作死他兄弟 我掉鞋 打B吗 桌子没事吧 马哥 HP减10啊 感觉不止减1了 然后想操作马哥 马哥被气到了 把我当菜皮打 不可能的 对不对 想下去刀 这样的失误 我不可能再有了 刚才那个残局没打赢 估计马哥已经有一点误火了 是的 马哥火气很大啊 看一下能不能再拿一个击杀 突破爆破的最高单局击杀吧 是 不存在加持的情况下 目前是22个 对22个 存在加持的话 应该是男将的28个 嗯 好像有些脚步 马哥最近状态确实好啊 昨天已经有一个22 今天 是的 最起码是22下 嗯 马哥状态好吗 桌子换的呀 呵呵呵 心疼多了一秒 哦 结束了应该 应该会定格在24下 2打3 那好像还不好说 不能再下定论了 B点这边断层确实留的 有点让人意想不到啊 对 A大已经沦陷的情况下 断层还是没有动的 A鞋三号位已经就位 太阳神一枪空掉之后 位置被锁 要换到风铃门吗 要换 还在A鞋等待机会 等待酒匠的兄弟到位 对 这个时间感觉有机会 马哥 2打2了 能不能过来补 只剩下桑 又是你的残局 应该没机会了 但时间其实还够哎 啊 冲到脸上来 没有形成补枪 直接拆 大心脏 检查 拆掉了 啊 9比4 恭喜AQ 感觉屁股对着他没打头 可能真拆掉了 一枪头就死了 不错这个百分百的胜率呢 哇 连过场都没有走完 速诺已经拿下了一波双杀 进攻方请求 到底先打哪一边啊 赶紧先确定下来 第一个点位当中 A点停久稍微踩了一些 但是并没有把A点第一格全部踩完 对反而这局当中 双方都在靠狙击手去寻找机会 而短枪手都没有一个太好的发挥空间 哎 短枪手去哪了 怎么和以前我们看到的十字路口不太一样啊 对你发现没 大家都把身位给拉开了 都夹起来了 Creezy 什么情况 这就是 顶级对我之间的较量吗 哦 真的是学会运营 学会拉扯的呀 那这么一看的话 我觉得像狼队FPG的选手 得看一下了 这张图打短枪啊 那有点牢的 哈哈哈 这应该是两套不一样的流派 像这一套的话就是把每一条生命树都用到极致 拒绝任何一次白给 哎 猫奇 大家跳上来了 一个同期位 马哥直接逮到 又是一个好雷 带走了星安 这一点踩带是比较快的 那后续 哎 怎么星安上场还没有拿击杀啊 是因为他拿的是290吗 嗯 来了来了 谢谢导播老师 谢谢导播老师 导播老师一给星安镜头 直接杀一个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星安 今天星安这个X因素目前没有发挥出来啊 主要还是因为他枪械是短枪 你看他没有什么发力的空间啊 就可能等着 等兄弟们这几把长枪杀起来 没我事是吧 把我上来当奇想 哦 哦 欧林 梦哲川来了 直接被他反杀 B点马上就要踩完了 最后一格欧林开空对地 上也往前去推 那这一波X2可能有点顶不住了 是的 应该是没有办法 去阻挡琴九的脚步了 若西一颗雷 把对方的站点位打掉 那还有一个 罗诺发现了太阳神 赶过来消点 齐打齐 琴九节奏 好像又因为站点有了一些混乱啊 罗诺的位置被星安反杀了 那应该要通过站点 获得胜利了 来不及了 XLOOK 来不及了 Ready up 我开起来是感冒 我还要去吗 我有大我有大 我有大 我有大 113 刷他家 OK 我需要了一个人拖 我单拖 113 看一下这个113的阵容这么大 掀开炮 塞上这里的炮效果怎么样 在中路这一侧好像并没有太多的人头出现 诶 宿诺这个弓好像不小心还把自己给淘汰了 但太阳神这边也有点伤啊 他的榴弹炮甚至都没有完全击杀 而宿诺今天狙的状态真的不错啊 诺诺哦 等化枪来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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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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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化箱都没按出来 这个很夸张啊 主要他对位的选手可是nonon 他不是S7状态第一名的nonon 而是S8状态神用的notion 命数19比14 而A点还说可以已经太完了 传播正面一波小爆发 是命数领先非常多 没子弹切拳套 但也没有办法去阻挡琴九的烈士 17打8 这一分应该是可以成功扳回来了 嗯 而且挺久 看一下中低技能能不能再稍微攒一波力 感觉这四个都可以送掉了 挺难打的现在这个情况下 是 这一分感觉可以让 虽然很顽强 一个人完成压加吗 应该不太可能 最后居然还被欧灵打出了一波四杀 双方战志了 我开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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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左边 我把防冒给你 我把防冒给你 苏诺居然又有弓了 他的弓没有充能好呀 你应该是想完成几个击杀 再去直接开 是的 林桑的弓已经先好了 龙龙一丝没有干掉对面 目前已经12个击杀了 确实枪刚啊 苏诺在热点当中 打的 他现在这个击杀 已经超过他的热点击杀了 现在有一点停留的隐患 就是心安目前的击杀有点少 他被奔石了 他需要再暖一下自己的重感 第三个回合了 他才六个击杀 这还是刚才我们Q到他 帮他Q到的击杀 确实 苏诺够秒 不会吧 就我们刚刚说完 心安 心安直接开始了 开始操作了 就能反打 又杀一波 我的天啊 一波杀到11 怎么说呢 竟然再开空队地再炸一个 这现在搞得 一吸和太阳神就很尴尬了 对不对 哎 下次不能这样解说了 怎么回事 奇妙让这两名选手陷入到那种难堪的境地了 对 十一打四了 哦 我们刚刚还在关注心安 现在发现心安杀起来了 但请酒其他队员没杀起来 但请酒其他队员没杀起来 怪怪的这场比赛 嗯 感觉有场外因素在发力 场外因素影响太大了 我现在要先看一下117也没有开播 我感觉117绝对开播了 他吃开播了 狙恐怖117正在直播欧币 难怪感觉这场比赛这么奇怪 他现在不在主直播间 也能够控制比赛了吗 这么夸张的吗 而且我们俩都已经被传染了 来 继续找向对面的人 欧灵这里勾已经刷新完毕了 弄弄来了 马可波罗进场啊 啊 不打了两个 马可波罗被控了 直接被一套带走 狗狗又重生了 但没办法啊 灯花枪已经没了 他大在CD了 别急 但他有空对地 还有空对地 炸谁炸谁 学哪个 还是炸到了 那还能接受 炸到了星安 又把星安炸在12杀平址不前了 对 你看到星安自从被我们询完上一轮之后 他的技术就没有在 哎 刚说完 刚说完又长击杀了 然后 我觉得目前情绪的问题反而不是心安了 太阳神这个点好像是有点停止不前了 他上个回合就是八杀 他现在才九杀 而不太像对面的狙击手 苏诺21个击杀啊 再来 感觉我并没有那么好 看一下欧灵的攻 有点痛 不小心把自己淘汰了 十一十三到十二的命数 感觉目前太阳神得找一找手感 对 他这个领不起来的话 感觉后续再打 新酒依旧是烈水 这一分主要是欧灵和猫奇两分太酷了 十打四 心安已经十六杀了 但双生还是九杀啊 你看你看 这该怎么办呀 只能看下一个开局了 今天Xbroker这两名军技手 包括诺诺的欧灯 确实发挥很棒 他没有给队伍带来任何的短板 1打5 2比2 你去补兵 我觉得他开锁了 他什么家一楼应该有个G的 人数先113 我们对这 113 看一下 哇哥今天这个状态 但是Xbroker队内还有个更恐怖的 那就Nono 28个击杀了 这个炮不断的清理坦克附近的人 哇他榴弹感觉自带定位的 炸得很精准 速诺也开复合弓 第二发节炸掉了太阳神 而秦九这边两个29杀 心安力爪启动 可惜 玩力是好玩的 猫奇 状态也慢慢回暖 现在 A点附近有太多的人了 猫奇 目前33个击杀 这个殲灭者 好像只打掉了一个 是 但神秘术依旧领先 马哥一颗顺暴 一息躲避 开始追赶 两个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 一息枪还是钢呀 明明是马哥先追的他 但是一息却拒绝了马哥 太阳神目前的位置是有点致病的 心安 可能要在点位当中 但没有注意身后有个老六 太阳神还是实杀 他刚才开榴弹 想要压一波加失败了 高点能不能拦截成功 枪法没失误这一次 可以开始占B点了 看一下屁股 太阳神要是把身后的三号位打掉 就立功了 马哥要拉边了 来了要找nono了 果然是这样 nono直接找到了太阳神 孟城长也开启了利爪 被打了 真是玩利爪玩的 全摆给这一把的利爪 是啊 利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启动点 以及他的输出空间得拉好 顺暴炸对面 心安也在你 哎呀 下掉了 马哥的雷始终快你一步 他 捏的早一点 这就说明下手要早啊 是啊 不能等待 但感觉秦九如果打赢一波团 是有希望通过站点获得胜利的 秦九封烟找机会来了 是 没解决马哥居然跳下来打人 天呐 这么夸张马哥 赢了 感觉赢了 通过站点是能赢比赛的 再压加了 秦九这一波突如其来的强袭 太阳神只要不空枪 通过站点就赢了 二打四 支援是有点慢的 点位当中也没有人了 再加一个梦川川 秦九一直在寻找机会 点位当中三号位在站点 在站点的 给了三号位压制 带若西要过来清理你了 没反应过来 一打三 那 有点难 被架主 突然就死 三比二 我直接从二楼出了 你都在楼吗同学 桌拨大招然后猜点 桌拨大招然后猜点 然后 王瑞你可以去 我呢大马 你在二楼架猫鞋 三马 我直接猜点了 看一下 比分是否能拉到三比三 感觉是有希望的 哇 这两把鞠啊 简直没办法 把你后脸打掉 我通过手 第一第三 力爪再来做拦截 压家了 完蛋了 这一波 XROKE开了三个冲击技能 LONO也在等待一个出枪的时机 但挺久也许会不反复的时间 就是他的冲击技能充能完毕的时候 是的有些比赛刚开始 但其实已经结束了 他从一开局感觉已经看不到希望了 这一波XROKE的配合却打得很好啊 首先是两展局的压制 把猫车车送到近点 猫车车个人实力发挥 打三个 马哥开见面者 側翼点到压力 那基本上就宣判死亡了 这前期节奏差太多了 现在只有一种解法 怎么解 欧灵 欧灵技能一开直接刷屏 哦 拳图开 拳图AOE伤害 是 而且节奏包括站位 现在 勤九信息也很迷茫 速诺还在给压力 这个点不清完 你更别说结束比赛了 勤九现在非常的无力啊 好了勤九的终极技能 现在有四个 有四个终极技能 也许这是一波XR的机会 不过是7打17啊 而且速诺还没掉 这个点不掉的话 你刚复活可能就要被苏诺打掉 这是一个死局 诶 苏诺掉了 但六打辞六 依旧难搞 一起枪法失误 A点也被踩 只剩B点 西洋开力爪 技能刚开就掉了 完了 但OIN这个功会如何 主要现在感觉挺久 他开终极技能的时间点 有点太偏后了 他只有两个终极技能了 他不可能 两个终极技能干掉对面 12个人 就得结束了 我019没有放弃啊 最后一个被nono拿下 恭喜XR4 4比2拿下了控制模式 大比分3比1 大比分已经来到 是两套阵容都有做过的 很全面啊 全面是否可以转化成得分呢 啊 啊 这 被 啊 这个防爆丢在了后面 丢在前面 这个雷是给在了后面 但nono这个角度是有点刁钻的呀 啊 又留给太阳神的残局了 哦 太阳神只在爆破中发挥 这一次我会为队伍赎罪 这一次真的天亮了 太阳神照亮了挺久 哈哈哈哈 天亮就是保太阳神为主的打法是吗 有可能真是这样 孟川川给的视角非常好 我不动 孟川川 这时候他会在想什么 我觉得桑应该是猜不到孟川川在那个地方的 没了 嗯 可惜 这一分孟川川确实大心脏 他一直稳定缩在这个位置 就等待 赤阳神过来 我还是给我自己逼到雷了 你三个反应的呀 再来看一下 在琴九的进攻防当中呢 前期是防止了对方的一波前让 信息道具给到毕道 看一下这颗雷 炸一下板楼的进点 是的 你连并没有贴人 尝试性的穿亮枪 我在想不会吧 天安说我就没打三局的比赛怎么一上来变天了 你们是天亮了我天黑了 我的世界都黑了 我的世界都黑了 天亮 我世界都黑了 天亮 真是心都黑了 原来点亮了心安 照亮了整个琴九 怎么办还是要打B点吗 no no 目前 位置上面是有所变动的 本来并不是他挂在这里的 哦 G一枪直接回 这边太阳神幸好是溜掉了呀 双方的 哎这是一种雷来的吗 炸的绿车 但no no的站位 丝毫没有往前顶啊 那B点也是点到为止 感觉可能要来一波 A大的速落了 给了阳空道具继续来尝试摸B no no 反其他二行之我做主动 回程拉枪 no no 超人附提 一个人B点 就让他全部给收下来了 再拉出去 我的天哪 两个会合七三 那他板楼有空档根本 我板楼没空档 那都可以贴板一 你们可以打板楼主动的打吗 你觉得呢? 你要不好看你自己看你自己 我感觉 打板楼前顶不是一个好主意啊 目前秦久一直都是板楼常规的 阻止你前顶的 是的 但马哥好像是稳了一手 说给三颗B道的常规雷 而秦久第二时间选择丢的防暴 突然防暴 三个人慢慢的往前去摸 我还是要打B点吗? 但这个次浩南哥 已经摇了兄弟过来了 马哥也在 这可是马哥的B点啊 是 来看一下 XROKE的常规防守当中 还是马哥和诺诺双人在B点 这种位置呢 前面三局没有任何变化的 但秦久目前来看是没有找到破解的办法 哦 看到弹药上过人了 找G是尝试一下 搞搞机会啊 感觉 可以尝试 Nono 再怎么说他也只是一把欧登 解决这种长枪 那就找比他更秒的武器来 Nono Nono的位置一直没有动 而马哥已经退了 马哥刺到了 第一声位拉出来 我觉得是看不到Nono Nono是指甲包点的 哦 被短剑撕掉了 是的 没有架住 这次B点终于打进去了 但进点已经贴了一个洛西 上了 B枪空了 被洛西给打掉 双方都在补枪 欣然主动前点 不让对方参与到补枪环当中 但是我已经进了 用手枪拿到了这一分 那秦久终于找到了B点的破解办法 4-1速度A的 直接拿G去开第一枪你们两个 我去 4-1是吧 1个局就够了 那我来两个局吧 4-1速A大 那应该就是板楼留一个了 那也是比较经典的常规战术 是的 猫奇留在了板楼 GD枪位 看看怎么样太阳神 没有接住 哇 依西这里也掉了 秦久还选择要往A大走进去吗 有点停滞不前了 这一次天黑了 我是感觉 我是感觉 在这种找A大机会的情况下面 该给的烟雾该给的道具还是要给 这种素太考验太阳神了 王B点来了 孟川川这次站的位置 稳定应该能一换一 哦 那就不稳定了 不管说话了 哎 因为孟川川不会主动拉出去的 你这么一说完感觉已经看到结果了 这次秦久并没有选择王 但要向这一侧走啊 而走的小黑屋 故意的 故意的 好像刚刚露了个角度 你杀人了吗 我杀人了 你杀了是吧 这把还是一样 可以 还可以一样 难道真的是今天猫起状态的缘故 真的不是体系的原因 我已经因为老马找了很多的 借口了 老马快发挥吧 防爆 你看这几个防爆铺的 哇 看来不仅一个老马呀 对面马哥也是零杀 属于是 老马 对老马 横批 马到家了 横批博乐来了都说好马 都不动了 请就怎么办 掉了一个桑 那现在有点没办法渗透了 其实打B的话 去找 Nono和马哥这个点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次欧林 由他捡到狙击 既然 桑的状态不是很好 那就让欧林 三人取主居的责任 快先破点 先按下包 这边的四打四 第一时间没有反行告据 X肉感人以偏架为主 以及露出头皮 马哥 拿到了自己的鸡血 不敢动 来 新安这里 哦 人机走位 这若曦白绕了 换掉一个 二打二 时间剩下15秒钟 进白房一个了 两个人想要亲 诺诺被干掉了 那两个人再回白房不就行了吗 绕就行了 是 绕回白房 差不多 一颗道具就骗到你了 啊 哦 来不及了 没时间拆包了 还要送给新安一个人头 送给新安一个人头 太好了呀若曦 让我肯定不送了 最后一分 最后一分天黑 最后一分天黑 最后 OK OK 我严重怀疑昨天欧林采访的时候 骗我 他说天黑是指状态不好 天亮是指状态 这绝对是一个战术的名字 他不愿意告诉我们 感觉以后有机会采访欧林可以小小的问一下 你多多少少透露一点点嘛 对不对 跟什么有关 是把猫奇打到脸黑的战术吗 脸黑是吗 零杀了对不对 还要打B点 挺久不信邪 抓打B点 这颗雷 必到 若曦直接带走了猫奇 猫奇说 如果没猜错 应该又是猫奇主动走上去的 还好我们看不到视角啊 因为刚才猫奇阵亡的地方是没有防暴的 是 猫奇真的扫霉啊 苏诺 只要站起来 就会看到一车人 哦 反应很快 马哥也帮他了 完了 怂了呀 一巨手全部解决了 感觉 感觉不该是这样来进行清智 只要第一时间 继续给到压力的时候 所有人全部趴下来了 我的理解是 应该所有人拿枪架住 需要分工好 后点加后点 前点清前点 这样才是一个明确的分工 是 感觉那种情况下 情者有点小乱了 对 你如果全部趴下来 就相当于 你当乌灰了 你再起身 再探出头来 就是被白打 就是情者后期 打完比赛 你需要去反省的一点 这前面是没有问题的 战术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执行是有大问题的 是的 完了再退出来 应该会被直接发现 木川川B点 拿到了三杀 比奔来到5比2 不知道不知道 破不了这招 可能什么 可能禁牌防或抓一挡 可能打我 不是 他们只要没给爷爷 你就禁牌防王岗 你这把身位很慢 你们小心点油桶 去不破碍 打你 这样半场的最后一分 低空方还是来到a点附近 刚才听到ex-roker的队内云 白王你是可以进的 这个不能总这样 感觉狙击手这一块今天 这双狙确实是XROKE的招牌啊 甚至马哥也许一个人可以解决对面的双狙 这枪空了只能走了 你看马哥已经5杀了 老马还需要努力 穿一下板衣的位置 现在琴九又陷入了一个窘境 他到底要走哪一边 往B点走了 往B点走就要面对到的是 Nono跟孟川川 是 这把R90我感觉起码换一个呀 你也说起码换一个 但是他好像避开了小黑屋的位置 那有Nono在呀 老马又掉了 那怎么办 现在B点三个人防守了 琴九又陷入到死循环当中 一锡被补上 对他的战场被分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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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目前来到这张枪火 在新安的体系当中 到底是哪一步出现的问题 还是说他们换编之后 会有更好的收获呢 在一分钟的暂停当中 相信 琴九也会进行一个巨大的调整 比较上半场 琴九这边是没有喊暂停的哦 都是让队员自己在调整 琴九喊暂停的 字数是特别少的 是 我觉得琴九这一点 还是做的比较好 他提前去适应 赤井赛赛制嘛 对 没有暂停可言 对 有时候你喊了一个暂停啊 可能把自己的手感给降低了 反而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不如咱们看一下 队友自己的一个调整能力 换编 X-Rock摆到进攻方 这张图啊 确实防守方会比较好打一些 红传传 这个R-90在板一 防止对面做前顶 猫琪目前还是零杀 什么情况 没事换到防守房啊 他应该是 手感会更好的 都没动 看到一些不友好的弹幕了 猫杀的都比猫琪多 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雷包 C4是把谁打掉了 若曦 对依稀 依稀的包我把若曦给打掉好像是 哦新安的包新安的包 哦哦哦哦 对对对 来了 我觉得猫琪的助攻数应该挺多的 好吧 不说不说你这句话 他的分数加起来肯定超过100分了 这不用讲的 欧零我感觉要被排这个点 过点啊 第二枪不上 欧零没有被排是他又打了一个 不能空枪啊欧零打掉两个直接回撤 回看眼中路没事回到铁二就是安全的了 接住了 也接住了速诺 那现在只剩下若曦 请就终于拿到了第三分啊 果然啊换边之后就是好打一些 你看换边之后是不是猫琪手感一下就上来了 果然啊这张我还是得打防守吧 猫琪看着我的一个击杀心想我这叫手感上来了 人啊不能跟别人做比较 只能跟自己做比较 哦我明白了 他要这么去想 我上半场一个都没杀 我下半场现在立马就杀了一个 是不是进步了 超大的进步 下半场才开场第一分我就杀了一个 对 这说明这这颗雷没炸到吗 竟然依稀这边 稳如泰山 丢的不是猫琪 猫琪会主动去接的 看猫琪在哪里 猫琪的位置 他单挂B点 哦这一波 一道来势汹汹 知道 猫琪这把是神是鬼 就看这一波赛要下的法规了 猫琪非常专注的眼神 再来啦 再回看猫琪川 猫琪川是R90的 给到信息了 骗了一波枪 马哥又被猫琪点残了 怎么办猫琪川 很尴尬呀 他有点出不去了 这雷射就明摆的告诉你 包点后有人的 摇了马哥过来 分别被破点吗 不会吧 我怎么感觉猫琪川就是 我打不过马哥你来 哇 马哥 哥 这就是马的B 他这个B和王狗这样不好拉 不好拉 跟我说可以抓猫琪 OK 我给你 我给你 这么夸张 你看到其实猫琪川一开始的时候 就应该帮他队友补枪了 他并没有补上 然后呢他摇了马哥过来 拿了波三杀 他比较谨慎 他有点像那种 小弟被欺负 然后回去摇大哥 大哥 大哥救我大哥 二打三 然后 大哥立马就抄着家伙往 B包田走过去了 我们场子 你还敢来 不知道我是B点扛把子吗 B点扛把子马哥坐实了 话是人 我们这里还有浩南的 铜锣湾的扛把子 目前是大师赛的扛把子 S的新王 目前这个王位还没有被人掀开 下完包了 孟川川 才做的方向对面是从B道过来的 那若曦 是否能驾驻 但若曦拿起了LW3 还真不好说 对手第一枪位是由 哦 滑过来了 那只能换屋灯了 再做操作 哎 哎 红川川应该也很难了 难道这一颗雷 没人在拆啊 问题是 天降神雷 知道你的位置的 别急换子弹 对方已经在拆了 马上就要拆完了 毛奇心想 我手艺人 我是大国工匠 只做拆包 是的 带钳子的 加速的 本命武器 B点给了大量的防暴 而且这个醒酒 B点是四 三人中防 小黑屋有人 上皮 我感觉太阳神要掉 只要太阳神这里有往前走 那若曦就要动了呀 果然 被马哥吸引到了 他想找一个更佳的狙击身位 和马哥对枪 对 上头了 要于执法成功 下领 顺利进入包点 中的若曦啊 对啊 猫骑两枪并声喷 只打了半血 把握位置马哥被发现欧灵在削掉的速度 欧灵发挥了呀 只能看正面的人了 欧串串只能看你了 拖时间就可以了 直接顶过来拆包了 这样子主动出击有点太有风险了 不过他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选择了 是虽然风险很大 但我觉得收益也的 所以如果他把这个点拔掉之后 他站住白房 基本上才能赢 那我记不住了 给中午烟哦 你给中午烟 我来给 天亮了 天亮了 看一下今晚是不是平安夜 天亮了 这个天亮是到底 仔细研究一下 再研究了 天 主要是不知道从哪方面去想呀 昨天汤汤是从道具来想的 但是好像也没有太多的 难道是雷会更多一些 我我所理解的可能就是跟闪这方面有关系 嗯对吧 还是得分析道具轨迹 就这个回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就能总结出来 天亮了 感觉应该就是大量的信息闪给到前面 有可能是这样 刚才给到了吗 其实没有 也是没有 刚才是给了两颗雷 是 天黑了难道是让对面天黑了 哦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 我们 还是无法得知 到底天黑天亮是什么 这就是琴九的战术的浓厚度啊 嗯给到信息 梦穿穿滑到近点了 那琴九接的就很舒服 白房出人了 莫西 还是给机会啊 还是再给机会 在一起这个位置 拔两个 看马哥 拐位 哦 哦 哦 这 帅哥猫奇对抗 但幸好猫奇 完成了这个关键击杀 在马哥这三枪 太快了 我觉得 感觉看到了无数狙神的影子 好像有暂停的出现了 我感觉马哥刚才 就 包点的三个人一出现的时候 我就感觉马哥有了 是 因为他是马哥 看一下暂停会是哪一边 阿喜的 在这个休息环节当中呢 我认为双方一定要就刚才的守察情况 包括在包点旁边 如何去解这个残局 我觉得是比较致命的 就这一集我们看到 X-Rope在请求的较量 还是会以残局为主 那谁的残局发挥更好一些的话 马哥一摸脑袋 嗯 头好痒 感觉要长脑子了 想到半天终于想出来这个策略 我觉得真的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对 可以看到身后 那教练的这个延期有多久啊 那边踩到马哥三杀的进手 教练的那边换户 耶 发现马哥这里已经开始暂停了 对 所以刚才提到马哥这个沟通的一个点啊 其他的优势就在于 不在于他的想法是好是坏 关键是在于他的场上是有一个冷静啊 时刻在分析战场的大脑的 对 给到队伍一些建议他不管是这个建议好还是坏 但是是能够推进队伍走下去的 但往往部分队伍他是缺少这个环节 所以说像狼队目前就是陷入到这个很致命的环节当中 那以前可能会有king 他会在残局当中反复的给到意见 比方在队伍停滞不前的时候给到这种情况 那现在你会发现浪队语音当中缺少这种情况 少 哎 完了这一枪空了那只能往后去撤了有点可惜 这也是在刚才渣渣教练的预测当中 对 加钱饼 来 这就是三人组 哦 好快 闪电一般带走的若曦 他就是雷震子欧灵 也封号 是的 发那个封神榜的人叫什么来的 我就是他 我感觉 雷震子又来 又来了他真快啊 讲道理 一来一回只用了几十秒 前顶了但这波是赌防的 X6哥你是不是忘了些什么 渣渣教练怎么说的 若震一个人也没法发挥比方来到7比7 原来暂停真的是有魔咒的吗 原来不仅仅是三力教练 大势赛的暂停 魔法都是有魔咒的 对的 扎扎就连也不甘示弱 白防直接进 两边都在捏雷 两颗雷 我们白防 马哥倒了 想道理马哥的位置没有防爆吗 抓到了一个防爆的小漏洞啊 哇 欧灵开始发弓了呀 哇 梦川川拉出来 一面包车人 梦川川穿三个 后面补枪也到位了若曦这里补的也很漂亮 先下包 欧灵是一杆G 应该察觉到了 哇 八笔七 如果说欧灵那一波是雷阵子 那梦川川这一波就是李源霸呀 我们就第一时间给中国 拿着双锤之间 把秦九阵型垂散了 他真的是拿 拿那个什么短剑打的吗 我怎么感觉他拿的是 那个重力尖刺就一跳就过去拿三杀的呀 是 就一个敢冲 然后若曦这里也敢补 两个人完美的配合 这一分三打五居然能让X都盘活 不能接受呀 是 是 秦九 都有神仙出现了 还是得看欧灵啊 我说穿又来了 他又来了 有些穿点 若曦 下施电包了 但是上的位置没走的 而且新安也趴在油桶位 就现在最大的压力肯定就是 刚准备说白防当中 肯定是秦九主动搞的地方 但这一次马克的位置 但是他并不在后点 关键是能绕后 只剩马哥了 还在发挥 马哥 但中路是有一个马哥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主动来找白防对枪 白防刚拉出来了 两边同时到位 漂亮 马哥这一波位置没有所好啊 主要如果他盯住中路的话 他不会把这个身位漏给新安这个点 他就没有看见 8比8来到加实赛了 进攻进攻 怎么说 我们上去就等 就一直等 给防暴 就一直等 给机会 上 给防暴 一直等 来了 改思路了 就是打慢 阿昌规 不顶防了 这一次 秦九 这个进攻怎么打呢 就 还是尝试性的穿一下 对面会有一些前顶的人 太错了 他的防守也是非常常规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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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到了A点一些支撑 支撑啊 他本来应该在B点 会跟孟川川或者跟马哥一起 对的 这一次都换思路了 站位上来看的话 其实除了像若西啊 速诺的位置比较固定 像其他选手 包括孟川川 像诺诺和马的位置 其实非常不固定 他会根据场上的形式来做一些微调 目前来看的话调整是成功的 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 只有45秒钟左右的时间了 是的 请就怎么选 还在等 因为时间有一点极限了 A大已经集结上了 那这波马哥不在B点 反而来到了A大的白房当中 对 速度低G位 依旧靠双G 哦 乌鲁 来了 都还在 一颗闪光 想G头皮位 星安已经在下包了 但星安不能开头 不起身就不会死 洛西先来拉你 打第二枪位 这个点没亲吗 总感觉洛西这里 拉枪线的 嗯 嗯是这样 拉枪线让孟传传去打 可以 冒起也被孟传传防守住 二打二 再反绕回去 看桑了 桑能不能顶住 桑要掉 他看了A大的方向 被孟传传一喷带走 孟传传 XROKE的救世主啊 这一波 打了四个 目前18个机场 是什么 挂后还是怎么说 我觉得就整体挂后 挂后到我 红塔楼前 放起来 你懂我意思吗 你说板楼帮忙 不是别帮我 别帮我 赌A大还是赌白房 别帮我 还有这种要求啊 别帮我 靠个人实力 对 应该两边都有18个机场 如果是其他一个很好的点啊 就是赌 A大还是赌白房 对 请就白房选择退出来了 B点走了 但B点这次请就 主防的人也很快 全员已经过来了 只有毛奇一个人 后续的在轮胎墙的人 也是慢慢跟过来的 若曦来到死角位 要等一波大量的道具 是 来了 双方应该点到为止 XROKE肯定不会动 这样来了 不敢补啊 这个位置摩托传 哦 穿掉一个 马哥还想穿 没有手机反馈 他脚穿就行了 若曦也在发力 猫奇残血跑不掉 三打二 主要西安的位置是被锁的 西安爆发 来了 不仅仅爆破 可以C 啊 在控制当中呢 也是有一波利爪的高光 你可以看到 西安目前也是 20个击杀了 站出来了呀 西安说 再给我加持 我要过马哥的记录 非常归位 没有记录可言了 西安又来了 我要敬你了 来吗 能猜到吗 苏诺直接回到一个最稳健的位置了 这太稳了呀 这真的 除非苏诺空枪 除非苏诺空枪 只有星安来抓他 他有机会 星安不动了 这怎么办啊 这真的很难解 对星安这 真 就是个狗 除非他的timing点 还是要来清 但速度的准备 啊 啊 安定 啊 没 哦 爬了呀 真 哦 星安 没了 这也行呀 我的天 这 楼鹰桌小鸡 恭喜X-Walk 最终 4比1战胜了 琴九 获得了阶段一的同名 是的 最后的